你不想要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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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慢点走 王爷 王爷 那边有吃的 都是你喜欢吃的 去看看吧 那边还有 好 慢点 多着呢 多着呢 这孩子真是不错 只是本宫听说 她和她的母亲 刘氏感情很好 可称得上是相依为命 不过娘娘请放心 小孩子嘛 总归是好虎 只要让她知道 只有在立正殿 方可享受到 今日的锦衣玉食 奴仆相伴 要不了多久 她便会忘记那个流氏 忘记自己所居住的 那个寒珍小院了 一点吃穿 就想让孩子忘记青娘 你未免把她想得简单了 我倒是觉得 这孩子 可能比我们想的 都要有骨气 好 忠儿拜见皇后娘娘 快起来 你们都下去吧 忠儿今日 玩得开心吗 忠儿好久都没玩得 这么痛快了 谢谢娘娘 王爷想不想以后 每天都如此开心呢 我以后可以经常来 娘娘这儿玩吗 当然可以 只要你愿意 住在这立正殿都可以 若是忠儿住在这立正殿 还能回以前的家 陪我娘吗 这立正殿 可是个讲规矩的高贵地方 王爷住进来后 行事也得按照宫里规矩来 到时候您是皇子 这流氏女只是宫女 王爷当然不能自降身份 回去住了 怎么样 忠儿 你可愿搬来陪我 娘娘 时间不早了 我娘还在家等着我呢 娘娘 这些吃的我可以带回去 给我娘尝尝吗 可以 绣珠 一会儿给她多准备 先拿回去吧 是 娘娘 谢过娘娘 娘 忠儿 是 此去立正殿 一切都好吧 嗯 见到皇后娘娘了吗 见到了 但皇后娘娘不太喜欢我 除了赏了一些糕点 也没赏赐别的 这就好 这就好 忠儿饿了吧 嗯 娘待会儿亲自下厨 给你做好吃的 好 娘 娘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皇后娘娘啊 谁说的 娘没有不喜欢皇后娘娘 可我听别人说 就是因为皇后娘娘 娘这么多年才没有封号 别听别人乱嚼舌头 没有的事儿 娘今日晚膳 做你最爱吃的葱油薄脆可好 好 秀珠 娘娘有何吩咐 长孙大人又来信催促了 明日一早 你备上一份礼物 去见见忠儿的圣母刘氏 速速将过继一事办妥 记得言辞客气一些 莫要横生枝解 娘娘放心 奴婢 明日就去安排 还有你告诉那刘氏 巡礼 忠儿过去来立正殿后 他们母子便不可再相见 如若她真的思念孩子 每隔三个月 本宫可以安排她 见一次忠儿 娘娘一片善念 真是这柳氏天大的福气 您就放心吧 明日奴婢定然办妥此事 忠儿与我等若性命 求妹妹在皇后娘娘面前多多美颜 收回成命吧 剑碧就是剑碧 果真蠢顿如珠 皇后娘娘是在赐一份天大的富贵给你 这为人母者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大富大贵 你看看你在这儿的吃穿用度 连宫中高借的太监女官 比你们母子过得都要好 你自己想一辈子做狗不要紧 何必连累孩子 奴婢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母子相依 能够亲手将忠儿抚养长大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若是没有了忠儿 奴婢实在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至于说到前程 身为皇子 锦衣御师倒是其次 能不卷入宫廷斗争才是最好的前程 请恕奴婢无礼 是问隋唐两朝以来 身为太子者 有几人能得善重 住口 大胆见弊 竟敢在这儿口出狂言 奴婢口不择也 该死该死 就皇后娘娘收回成命 只要不带走忠儿 奴婢愿意做任何事 奴婢愿意做任何事 是 收起那套来世做牛做马的陈词烂调吧 既然你死活不肯应允 我也只有告辞了 皇后娘娘不喜欢被人拒绝 所以她的要求 从来只说一次 是 启禀陛下 吴王教授皇子们学见之后 确实去了藏书阁 知道了 陛下 歇息一会儿吧 来 来陛下 喝碗参汤吧 放这儿吧 最近宫里 似乎有些关于武昭仪 和吴王的风言风语 你可知晓吗 这个 这个 是 老奴也有那么一点耳闻 不过陛下 这宫中啊 一向少不了嚼舌头的 贱奴贱壁 这些个人不知道恪守自己的本分 专爱在背后说长道短 无中生有 吴王跟武昭仪 这怎么可能呢 武昭仪现在何处 好像是去了藏书伯 吴王与武昭仪的清誉 不是拿来给蠢妇 和小人 聊坐谈姿 打发时光的 是是是 传朕旨意 这些人 这些人 舌头也不用留了 老奴遵旨 不喝了 拿走吧 你去好好盯着 他若是真的见了武昭仪的话 给朕即刻禀报 遵旨 这是按照你的要求做的 这里面可是含有剧毒 这小小的仪力 就可以毒死庶人 你要小心 王皇后 确实是想要过忌忠儿 但是被刘氏一口回绝了 眼下刘氏心里很害怕 一直问我 他该怎么办 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已经派人查了 王皇后往昔的经历 就在前几日 她也刚刚仗毙了立正殿 一个与雨林卫私通情愫的宫女 当时 这个宫女已经怀了身孕 这一次 刘氏毫不留情地一口拒绝了她 你觉得 皇后会怎么做 我觉得刘氏会有危险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不妨把他们接到蓬莱殿去 加以保护才是 不 我不打算保护她 什么 你 你不就是想要阻止王皇后 对礼中的过忌吗 不 我要王皇后倒台 你想一想看 若是让陛下知道 她的皇后 为了要保住自己的地位 不惜杀人夺子 结果会怎么样 你是想作弊上官 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王皇后 杀害刘氏吗 我已经派人替换了 在那个院子里面 照顾他们母子二人的老太监 若是刘氏一旦发生意外 他们会去救她 但是会晚一些 刘氏不能死 但我要她重伤 因为只有这样 她才能配合我的计划 把皇后一网打尽 你怎么知道她会重伤不死呢 万一要是王皇后 派的是一个刺客 一刀要了其性命 或者是她中了毒 根本没有解药呢 这世上本来就没有 天衣无缝的计划 我的也是一样 我想 王皇后 若是要为了李忠过忌 而杀死刘氏 她绝技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等刘氏死后 她再买通太医 说她是得了急症 这应该就是皇后的计划 我也是在赌 赌 你拿别人的性命赌 你拿这个孩子的一生幸福去赌吗 这母子两人本来就够可怜的了 你利用他们可以 非得要取他们性命吗 你这个害人的凶手有何两样 害人 吴王 你这是怎么了 我本来就是在害人呢 宝处非得要害人吗 初入宫的时候 我自认为自己 是一个好人 再后来 我只是庆幸 自己不是这皇宫里面最坏的那一个 可是到了如今 我只想为我死去的孩子报仇 就算不惜一切代价 变成恶魔 我也落子无悔 对 吴昭仪 母子分别的痛苦 我想你比谁都清楚 你为了抱你的丧子之痛 你不惜让其他的孩子失去自己的母亲 你你为李忠想过吗 好 你让我为你办的事情 我都办完了 我看从今以后 我们也不要再见面了 我们也不要再见面了 义父 朕贯年间 你与人共修的禁书 朕已经看过 果然无愧才子之称 此番兼修国史 朕已决定 由你来主持 谢陛下隆恩 往昔这国史修转 既由世家死地担任 微臣 微臣就是粉身碎骨 亦难报答陛下此恩 刚说了两句 李猫的尾巴可又露出来了 你这个人 要你不溜须拍马 真的那么难吗 对了 河南到宋州都督一直空缺 朕有意让吴王任职 你以为如何 不知陛下 是想让吴王去宋州任职 还是留在长安 遥受此职 河南到中原重地 当然要远赴宋州 回陛下 此事有利有弊 所利者 其实 你是反对的 是吗 启禀陛下 微臣等寒门官员势孤力薄 不 而今这朝堂之上 陛下能倚仗的 唯有吴王 启禀陛下 吴王求见 宣 问问 微臣 不愿钝 有本尸的人 在深奖于来 这枇材仍然都不够了 为何 陛下民间 兵部政务日益繁忙 臣无暇顾及其他 这教授皇子建议一职 盼陛下另择名师 请陛下恕臣推诿之罪 好 既然如此 三哥还是以兵务为重 朕准了 多谢陛下 若无其他事 臣先告退了 三哥 不知三哥此番请辞 是否有别的原因 并无 想来 你我兄弟二人 也许久不曾比见了 不如今天趁着天气甚好 比试一番吧 陛下也和微臣比见 是智奴 想跟三哥比见 臣不敢不走 他是小瞧了陛下 这宫事 教职从前 凌厉了许多 文质武功 智奴都不曾荒废 就算做不到父皇那样 也要尽力一事 来 今天不分君臣 三哥 拿出本事 与智奴 战个痛快 好 好 陛下这剑大概是不趁手吧 若剑不趁手 时日久了反倒会坏手 而且也会让这剑 变得毫无价值 制奴 三个愿意丢弃手中的剑 你可愿意就此放手 朕今日确实是输了 可是朕输在剑技不精 而并非宝剑不趁手 这把剑是朕心爱之物 朕爱一样东西 便会长长久久地放在朕身边 绝不轻易丢弃 三个 要是有一个人能够拥有他 陪他直到最后 那个人不是父皇 更不会是三哥 而一定是朕 既然如此 微臣 祝愿陛下早日达成心愿 我会直接告退了 大人 不天下 不认识 再应该 母子分别的痛苦 我想你比谁都清楚 你为了抱你的丧子之痛 你不惜让其他的孩子 失去自己的母亲 你为李忠祥过吗 怎么了 睡不着啊 媚娘可是吵吵陛下了 陛下 等我一会儿 不要 求你了 不要 求你了 不要过来 不要你 为什么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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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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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美 过来 妹娘 走开 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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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找我 来了 来了 来搜我 不要来追我哦 快跑 快跑 来了 快跑 快跑 来了 来了 抓到你了 追不到追不到 追不到 然后他们共舞完之后呢 男子就同女子说 只要你看着天空 看着月亮 别笑 你就永远记得 我们今晚是在一起 只要我们记得这一刻 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美娘 自你当了朝夷以来 这许久没有见过你笑了 我本来不是当天子的人 可就是因为你 我才渐渐认为 也许我能当个好皇帝 但如果你不在我身边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 又能坚持多久 当我不知道该为谁 而努力的时候 我终会松懈倦怠 一事无成的 美娘 美娘 你心里有事 为何不告诉我 与我一起面对呢 好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娘娘醒了 陛下呢 陛下方才已经去上朝了 去蓬莱殿 准备出一间房间 我要接臣王母子 一起过来居住 怎么打一场 我打 我撞 我撞你 忠儿 忠儿见过武昭仪 忠儿 你娘呢 娘 武昭仪找你 娘娘 娘娘不好了 刘侍女 刘侍女 娘娘 刘侍女晕倒了 刘侍女 怎么会这样 刘侍女 仁儿 不好了 快做太医 好 是 刘侍女 刘侍女 娘 你醒醒 娘 醒醒 奴婢办事不立 求娘娘责罚 啊 罢了 此事与你无关 那刘侍居所本来就偏僻 身旁也没什么 腿脚伶俐的下人 她本该难逃此劫的 谁能想到 五妹娘会突然出现呢 娘娘 说不定 刘侍此番中毒 让她吓破了胆 接下来 终究会乖乖答应的 面目盘算这等好事 本宫不是告诉过你 凡事都要以德服人 以礼服人 方式正道 过上几日 本宫亲自去看看这个刘侍 只盼她能够回心转意吧 周太医 刘侍女现在情况怎么样 请武昭仪借一步说话 回武昭仪 请恕微臣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 怎么会呢 刚才 刘侍女不是还醒过一次吗 醒是醒了 但是刘侍女中的毒 已渗入五脏 微臣无力将其拔除 只能尽力延缓毒性脉炎的毒性 但是最多也只有七日 七日 不错 七日之后 香消玉允 无可挽回 如此说来 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周太医 你先退下吧 对外 就跟所有人说 是刘侍女 身染了恶疾 微臣告退 武昭仪 下毒害我的人 可是皇后 我只能说 皇后 娘娘的嫌疑最大 但是我并没有缺逃的证据 赵义 奴婢再过七日 就要死了 四千 能否拜托你一件事 只要是我五妹娘里所能及的 我一定帮你 回想我这一生 着实算不得幸运 自有佳疲 入宫也没有过上好日子 好不容易有了忠儿 过了几年惬意的时光 如今又被皇后看上 杀我夺子 我 我对这个世界 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 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忠儿 我不想她再杀死我的凶手手中长大 皇后心狠手辣 对忠儿又能有几分情意 不过是利用罢了 放眼整个后宫 唯一能够接受忠儿并善待她的 便只有朝一宁了 奴婢恳求你 在我去世以后能够收留忠儿 好 好 我答应你 奴婢谢过朝一 可是你要知道 皇后想要过继忠儿 已经是蓄谋已久 志在必得 若是不扳倒她 我要想收留忠儿 简直是难如登天 可是如果想扳倒王皇后 也许 我们只有唯一的一个方法 若是要你牺牲你自己 你可以吗 不过只剩七日的命而已 还有什么好纠结的 若是能帮到皇后 奴婢也算为自己报仇了 虽死无憾 奴婢只有一个请求 就是在我过世以后 朝一能够善待忠儿 若要忘了自己的承诺 为娘一定不负所多 我 奴婢谢过朝一 我该怎么做 答应皇后 告诉她 你答应她 将忠儿过继给她 我 我要你寻找一个机会 以此 可以进到立正殿 与皇后见面的机会 恭喜娘娘 那刘氏 已经答应将忠王爷 过继之立正殿了 而且她今日 还想亲来立正殿 为之前的失礼 向娘娘赔罪呢 果真如此 看来这刘氏 还是个明氏里的主 先前待她倒是有些不客气了 快 你快去告诉她 这立正殿的大门 随时对她敞开 是 好 永安 姐姐有何吩咐 一会儿 等刘氏来立正殿时 务必要好好缩膳 千万 不要出什么纰漏 是 吴昭仪说 前去立正殿时 请务必带上此舞 如此 便有劳刘侍女了 好 娘 娘 娘 仲儿 娘 赶快把这药给喝了吧 咱们这就去立正殿 好 一会儿到了立正殿 娘 会把这枚戒指交给你 这个时候 你就拿着这枚戒指 跑到一个没有人看他去 看到的地方 把他扔了 或是埋进土里 知道了吗 娘 这是在玩游戏吗 对 这是在玩游戏 这是秘密 千万不要和别人提起 好 娘 娘 这要苦得很 你吃块桂花糖就好了 周儿 以后要治鸡治饱 治冷治暖 照顾好自己 娘 你怎么了呀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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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是不想去立正殿 咱们就不去了 咱们这就出发吧 嗯 今日倒是挺顺利的 魏娘 此刻时辰上早 不如陪朕去靖出职盼走走吧 嗯 娘娘 玉露更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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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先喝了再说 陛下 媚娘心中有一个想法 今日 不如陛下 陪媚娘去一趟立正殿吧 立正殿 此番媚娘 依靠着陛下的维护 顶着群臣的反对 当上了昭仪 很多人看在眼里 未免不舒服吧 若是在仗着陛下的宠爱 不寻力去拜见皇后 未免俱傲得太过分了些 我可不想让人家在背地里议论 说我恃宠而骄呢 也好 咱们这就一家立正殿吧 说起来 立正殿的花园也是一景 值得一看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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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